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刘青遇到的问题 也是很多现在留学生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读博士很难 读半天也避不了业 老板对他们很苛刻 他们的教授的品质不是很好 他们就很惨 还有的就是说他有性压抑 交不到女朋友 很孤独 不能够很快地适应 这个电影里头有一种人 他说他迅速融入 迎合美国文化 入了基督教 身段也比较低 把过去的一切他都可以抛弃 那刘青还是做不到的 他还有一个室友 虽然了解美国文化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样融入很舒服 所以他宁愿活在自己的文化里 一切以赚美元为目标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人 就是不同的留学生的心态 因为卢刚死的时候 当时在哥拉大还有纽约大学 他们都把那个 就算机那个screen save 就改了 就写卢刚忘税 我当时很惊讶 因为那个还是 你看90年代初 学生跑到美国来 受那么多的苦 不然一下就 卢刚刚就成了他的英雄了 从那个这样的事情 当时对我出的很大 到底是南美国的目的到什么 或者对美国的期待是什么 是吧 您讲的不仅是他个人的这种心理偏执 比如说他是这个家庭出身 是底层的工人家庭 只报喜不报忧 他身上背负着太多的期望 在信中老是撒谎 自己混得好 逢人便说自己是科学家 其实内心是不自信的 同时您也表现了 他在美国所受到的 勤场的失忆 职场的失忆 没有被认可 他这种心理落差 我觉得不是他个人 所有都是他的错误 突然说 就是 你